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在讨论艺术对象的时候 我们还要明白一个这样的情况 就当我们使用一个名词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是在一个更加公共的状态下使用 比如抽象 但是当我们一般而言这样去使用一个关于抽象化的公共概念的时候 我们不可避免的就可能会留下一些遗憾 这个遗憾就是读者所问的问题 他的抽象化和这个的抽象化和每个的抽象化有什么差别呢 对 所以我们一谈到抽象化一具体的话 我只能告诉大家听 不同时代不同艺术家他们基于不同的理由 画出非具象的绘画 其实都要具体解释 不能够笼统地使用一个大的概念叫抽象化 比如说我们就不能够把康林斯基的1910年以后所创造的这一批抽象化 和波洛科在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所创造的这个滴滴化 相提并不 他们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背后的这个支持的理由 对对对对 其实你包括康林斯基本人 他的抽象化都分前期和后期 因为康林斯基我已经介绍过了 他是个学伴 他其实原来学的是法律 还当了教授 他就不干了 这个人太厉害了 不干了我要去学艺术 跑到德国去学艺术去 跑到德国慕丽海艺术学院 当时慕丽海学院里面有一个著名的一个老师 在当时很出名是一个象征主义的患者 康林斯基也不满意他的话 但是他还是学完了 四年拿到成绩单 学期不错 都及格了都毕业了 但他自己跑去搞抽象化 这么样的一个学者 这么样的一个有严密逻辑思维的严谨的人 他有了抽象化以后 兴奋的最早的几年以后 他就面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如何解释我的话 如何解释我这个抽象化 和这个调色板是两回事 更和额头涂抹不一样 我的抽象化的理由是什么 大家想过没有 其实康林斯基很快就进入这个状态 我一定要为抽象艺术寻找一个理由 他最早的一个理由 就是著名的他的一本书 就论艺术的精神性 在这本书里面 康林斯基尝试把抽象化 从画面隐身到精神 而这个画面 它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叫什么 叫构成 三角形圆形和这个弧形各种各样的形状 大小结合 它一样产生一种对比的力量 那么我们把这个结合叫构成 对不对 这构成隐身一种精神性 那么这个隐身精神性如何隐身呢 他写完这本书以后 他觉得他还没有完成 把这个词讲清楚 他继续发展 这个时候他的音乐素养 就他认为 所有这些形状和色块 都是像音乐一样的 像音乐的曲式 是吧 不同的曲调和曲式的基本单位 然后通过不同的配乐 配器和辅调的创作 来形成一部宏大的音乐 当然音速都是几个 对不对 所以康林世纪想 那我为什么不能够 在绘画上也创作出这样一个可能性 我只是为绘画寻找那些基本因素 后能通过这些因素 可以组合成伟大的艺术呢 所以实际上 后期康林世纪是用音乐现象 来尝试解释抽象会 就像他的对手 也是他抽象化的蒙德林安 他后来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解释他的抽象化呢 他也是构成 但他不是音乐 他是几何学 他是黄金分割率 更科学化 数学化 因为数学最后的结构是最经典的 最简洁的 那么蒙德林安这个影响 影响到谁呢 俄罗斯的马列维奇 对 因为马列维奇 大家一定要知道 他们背后都有基督教成的 东正教和这个新教 蒙德林安是荷兰出来的 他背后是什么 背后是架文教 那么基督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 上帝一定会以一个最简洁的方式呈现 我们认识上帝就要通过这个最简洁的方式去认识他 所以他们把这个绘画过程看成是一个探索真理的过程 如果我们离开这个宗教背景 我们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按照我们中国人一般人的理解 真理 一加一等于二是真理 那一个画家为什么要讨论一加一等于二呢 是吧 或者说是这个 管理下令论是吧 湾区的空间是真理 那画家跟讨论湾区空间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一个画家讨论真理 追求真理呢 我这样一讲大家可能有所明白 比如说对马列维奇来讲 他说上帝一定以一个最简洁的形式来呈现自身 我们要认识上帝这个真理 我们就要把所有复杂的复杂的形式去掉 去掉 去掉 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方块 所以我们看马列维奇最后的话是一个四方块 四方块 对 对不对 而摩特领安最后的结论是黄金分割率 三个原色 信仰在背后起了很大的作用 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个信仰的推理过程 我们不能理解这个抽象画的法律 所以呢 我们先不要讨论抽象画技术是什么 而是我们要明白 其实每一个具体的抽象画家 每一个小小的牛派 每一个历史阶段的这种抽象的艺术 它能有一个背景 它能跟艺术家的思考有关系的 那么批评家 历史学家 艺术史家 他们的任务就要把这个关系 能不能够说清楚 波罗科也是这样 为什么说波罗科 是第一个美国画家 所以我一开始就说 我们可以把波罗科的出现 把美国的抽象本身主义 看的是抽象画 往美国走 但这样做 这样说 可能也会有所误解 其实是美国艺术起来 美国艺术起来 背后当然有二战的原因 资本都到了纽约 他们有资本 对不对 但同时美国人提出在这个时候 也就在这个时候 各种干扰力量的前提下 他们寻找到自己的一个结果 然后这些因素是西方没有的 波罗科所说的 所做的这个因素 提提的 行动的 一念安的 这几个背景 欧洲有没有 欧洲没有 对不对 而且它的整个抽象画 不再是康廷斯基画出来的 不再是蒙德里安 计算出来的 也不是马列维奇一个四方块 对不对 对 它就是敌的 甩的 对 动作是甩的 是吧 是有厚度 这样的话 每个人都起来 所以由于这个原因 格林伯格通过这个波罗科的艺术 他就开始讨论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对后来的艺术影响非常大 就是他开始讨论一个这样的问题 就什么叫绘画的现代性 或者说现代主义绘画究竟是什么 他就通过对波罗科的总结得出一个非常简洁的结论 绘画的现代性就在于它的平面前 什么意思呢 那这里面又要必须对西方艺术史有所了解 西方艺术史古典油画 它有一个空间概念 如果我们讲的内行一点 就是古典油画有什么特点呢 它是个窗口 对 对不对 然后呢 平面 一个有所训练的古典画家 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描绘的任务 是要把那个物体不仅要描绘出来 这个还是这样的 最重要的是 这个物体必须是在玻璃窗的后面 如果一个所谓的古典油画 或者西方传统的油画 里面画的镜物 你觉得它是跑上前面来的 它超出这个玻璃的面 这个叫失败 这个叫空间感 不要以为空间感只有透视 这个很重要 这个一层一层往后推的 这个叫深度 深度是构成至少是15世纪以来的 欧洲绘画艺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追求目标 对不对 这个叫深度 但是格尼玛哥说绘画不应该讲 当一个绘画在追求深度的时候 你不觉得它已经超出绘画本身的能力了 因为绘画是平面的 绘画就是二维的 因为可能古典的时候没有摄影吗 后来有摄影 当然摄影是一个刺激的 但是格尼玛哥的解释下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让绘画回到绘画 如果我们认为绘画是本体 而不应该以绘画里面的物像描绘作为本体的话 那么深度就是骗人的 就必须首先回到它的最基本的性质上 这个性质叫平面去 二维 因为你是在平面上画 在平面上画的 那么波多克的体力画有什么意义呢 它除了表现行动 除了表现甩 除了有一天按背景以外 它最重要的是 它彻底实现了绘画的平面 也就是说它所有的厚度空间 都是在这个平面上实现的 它从来没有试图告诉你 它创造一个虚伪的空间 从这个解释来讲 和它绘画的效果来讲 那也的确不是农作人所能够讨论出来的 也的确具有很强的美国色彩 所以讨论波多克就必须讨论格林普 当然一讨论完了我们就知道艺术很奇怪 一个节奏出来的它非常伟大 然后就有一首将告诉你 错 我要打破这个规则 谁告诉你绘画是这个平面性的 我为什么不能够比如说老神伯格说 拼贴啊 贴东西啊 哪个贴东西贴 是吧 比如说那个琼师 为什么一定要表现我画美国国旗 崩崩崩崩 直接画上去是吧 比如说著名的雕塑家史密斯是吧 几何形 一个史密斯一个贾德 几何 那么在于是引申出性的概念叫剧场性 就是说我最像这个椅子是个艺术品一样 他打破平面性了 大家发现没有 当格林伯格说平面性的时候 后面的艺术他都在打破平面性 那么最让格林伯格感到比较尴尬的是 同样被归入表现主义 抽象表现主义的行列的这个著名的 荷兰籍的美国画家德库里 德库里不是抽象画家 德库里画的全身的原型 是吗 德库里一辈子就画女人体 而且德库里说 上天啊 幸亏我当了画家 否则我就可能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强奸 因为对我来讲 我画画的目标就是把这个人体肢解掉 肢解肢解肢解 他神经分裂出医院去了 所以格林伯格就是在肢解女人体 在平面上 肢解肢解肢解肢 然后这也是抽象表现主义 但是不抽象 所以格林伯格就勉强 德库里也算作是他抽象表现主义的行列 所以又出了一个调皮导弹的分子 一个我不知道是天才还是白痴的一个美国艺术家 但也很成功啊 德库里面到最后 现在这个价格已经远远 有一条很成功了 所以格林伯格也知道把它收进来了 那其实是有点反格林伯格 我艺术家是这样的 然后又出了一个调皮导弹的分子 安迪沃河 安迪沃河直接就告诉你这个 什么平面性表现性 我直接就把那个罐头拿出来海报 福音一大堆就是作品 那是另外的 但是另外的一个路线没问题 但是所有这些都是美国 只有在美国这个国土上才会出现 所有这些现象出现 气死典雅南欧洲人 气死的 原来还只认为那美国人就是农民 就是爆发户 就是跑到北美大地上大捞一把 现在发现他们不仅是爆发户 不仅是这个农民 他们还搞出了另外一套 胡找蛮残的东西 不过但 欧洲也有这个 对于传统精英主义的这种反抗 就依附克莱因 这个我们后话了 他们就反而跟美国跑了 这美国主义就更加巩固了 这个其实安迪沃河的波普是英国开启 英国没有成风 在美国成风了 打回去了 对 对 像行动艺术也是 行动艺术 在法国当时其实没有这么大的市场 你看现在的这个现代艺术史里面 它的影响力也不及美国现在表现主义 是 这美国就打回去了 就像美国好莱坞一样 法国的这个精英主义电影 作家电影 知识分子电影 新兴的主义 新浪潮你做电影的 你知道的 这怎么可能调整美国好莱坞呢 那好莱坞征服了所有人的眼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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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